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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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的环节 这次在我身边有我们研究部的 高级分析员王伟豪 Rafi Rafi 早晨 先跟大家跟进港股方面暂时的情况 看到红指暂时跌185点 暴23854点 至于国企指数也是下跌 跌着98点 暴入11447点 也都立即和大家跟进一下 隔晚欧美方面的市况 纽约股市反复偏远 当地零售业上周假期销售疲弱 投资者在美股近日接连创新高后 开始锁定利润 加上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上月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升到2011年4月后的最高水平 令到美股在低位有支持 杜瓊斯指数收报16008点 跌77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跌1800点 跌4点 专门斯达克指数 跌4045点 跌14点 看完欧洲股市方面 欧洲三大股市下跌 英国伦敦富士100指数跌55点 法国巴黎克指数 收市部4285点 跌9点 德国法兰克福德指数 跌3点 收市部9401点 和商品市场方面 国际油价做好 主要是受到美国和中国制造业数据支持 纽约1月旗游收市部每桶93.82美元 升1.1美元 至于伦敦布兰特旗游收市部每桶111.45美元 升1.76美元 最高曾经升到112.34美元 创9个月以来的新高 看金市方面 外围金价跌超过2% 现货金跌到7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经济数据支持美元上升 不过不利金价 纽约2月期今 收市部每桶1222.3美元 跌28.2美元 至于现货金就在1220美元的水平 Rivia 先和你谈谈美国当地的经济情况 看到最新出来的制造业相当不错 创了超过两年的新高 不过另一方面 大家非常关注的感恩节的销售情况 似乎做得不太好 看到一些初步的数据出来了 就是美国零售业协会指出 上个星期黑色星期五周末的零售额 安年跌了2.9% 是2009年以来首次下跌 看到市场都有失望的情绪 其实做得这么差 会不会是因为网络星期一 还是当地的经济情况 真的不是这么理想 如果以美国情况来看 其实我觉得这样说 很难单方来说 是否叫全面好 还是全面不好 因为其实你记得到 很多时候都是 无论数据上好 怎样都好 总有一些好的东西 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变相对美国的经济看法来说 是否等于完全扭转回来 或者能够继续上去 其实我相信你这一刻问到很多 可能市场的人士 或者分析来说 都比较难给到一致性答案来 因为如果以上 只是昨天晚上的情况来说 都知道 特别刚才也说到的数据 的确如果以上 美国自己当地出的 ISM的一个製造育数来说 是很好的 可以这么说 因为原本预期大概是55.1 怎知出来是57.3 更加高预期之外 更加高于上个月的数字 是大幅度高一点 令到大家是很意外的 而另一边 Market公布的另一个制造育指数 都一样 亦是去到54.7的中值 亦都高过初值的54.3 那变成了两者的制造育指数 的确都令到大家 觉得美国经济 似乎有个不错的复苏性 甚至乎令到大家 可能往后充电就是退市等等 但是反过来说 就是刚才说 就是制造育的层面 就是始终的数据 就是制造育的数据 但反过来 如果回到零售层面去看 特别是刚刚过去的感恩质来说 又好像有反过去看 因为原本大家预期 其实这个感恩质是挺不错的 因为其实之前 虽然大家都担心 大家记得上个月 政府停了工 很多部门停了工 可能很多那段时间 十几天里面 那些工人是没有薪出的 但是其实 復工之后 或者开工之后 其实慢慢的那些薪是出给他们的 就是反过来说 刚刚这个月份来说 他们是比平时收多 可能大概半个月的薪 就是本身大家预期 在多钱的情况下 但大家都知道 美国人就比较大小 就是可能有多少钱 就花多少钱 甚至会使得 所以大家本身预期 有机会令到这个感恩质 或者这个零售的一个折印 里面 是会有不错的消息 因为始终钱多了 但结果 再加上 刚刚过去这段时间 美股都不断升 副发效应增加了 这些因素之下 本身大家都觉得 有机会是会有个不错的零售数据出来 但结果就见到 刚刚过去的一个黑星星期五特星都说到 零售额总体跌了2.9% 而人均的消费额也是跌了 所以变相来说 好像以零售层面上来看 又好像又差一点点 所以变相 如果以这个情况来看 其实你说能不能够单方面判断美国的经济是好 我觉得仍然有些争取的预计 因为始终也说到 如果以美国的GDP的占比上看 零售方面的占比 其实是大过零势方面的占比 可能是8.2支比 反而如果真的在历史上 可能零售方面的数据比较重 反而你记得到 这一刻 虽然昨晚的国际质值指数的数字是好 但可能占比相对比较少 或者经济活动上 不算是最大比重的一部分的时候 都不能够令大家对整体美国经济的看法 是完全好得了 反而有点担心 就是刚才说的 这样的因素 令到整个看法 有点好得来 有点审慎的地方 所以形成 因素上看 我会觉得 其实你说美国经济来说 硬然有待观察 比较难一点直接判断 是否等于好了之余 更加可以退市 不是 复苏的步伐 就有待观察 不过见到美股的情况 就真的不断向上 是 虽然昨晚就有个略为回吐的情况 不过看回之前 其实三大指数 已经连续第三个月上升了 其实美股方面的情况 你又是怎样看 会不会有机会出现调整 如果以美股来计 当然整个势头 都说到不断向上 不断向上 如果以后 不用太早 可能9月10月 开始拉上来 都是不断上升 跪上来 好像很强劲 或者很美 但是如果这样看 的确 大家都觉得后市 有机会向上挑战 或者上升 但如果以即时 这两天的情况来看 其实有点转变 特别在高位上 好像开始不够过力 譬如上星期五 或者昨晚来说 本来开出来都好 都保持高位去走 或者慢慢升上去 虽然不多 但可能都是保持不错的升势 或者平稳的发展 但是去到 上星期五 和昨晚都是 去到他们所谓股市的中下段 即下午时段来看 特别在最后两个小时 更加穿逆转 跌得比较明显 即是变成很多时 都是在即日里面 有个比较明显的 单翼转向的现象 那这是什么情况 去解读 如果以这些情况去看 其实意味着 很多在美股 参与更多的投资者 都开始觉得 那时升力摄摄摄摄 反而在高位上 不敢去坐太多货 或者不敢去拿太多货 反而反而反而 反而反而 是玩一些所谓 即日先的现象 可能变成是 在早上开市买下去 便能收市走一走 所以形成美股的股价 很多时 昨天和上升 都是比较大一些 这样的一个取向 或者即市的变化来说 都意味着美股 可能会有少少的整股压力 但当然 我觉得跌 就未必跌得太多 因为市场始终 始终也不是太差 甚至有很多因素 其他需要夹着 留意一下 除了以即市 大家投资的取向 看之外 要留意的 绝对是看数据 因为刚才说到 昨晚数据好 大家又是 少少担心了 退市因素 令到美股 最终的回落 以来 未来似乎比较多 重磅数据 仍然可以看回 例如这周五 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关注的是 飞龙数据 这一刻大家估计是乐观的 可能很多分析都觉得 大概18万至20万 的升值为左右 看看数据出来 是否在这个繁围里面 甚至就算凸出来 即是多也好 是否太多 只要不是多得太厉害 都不主要令到大家 有了太担心退市 以至市会大跌 但怎么转 就算了 如果出来的数字 可能是20多万份 或者是更加高的一个数字 不排除大家又再忧虑 退市因素 这一刻 又叫做升运的美股 是比较深一点 所以暂时在这一刻来看 我觉得有个调整现象 但未必会跌得太深 如果以导致这个计算面来说 我觉得当然是短线一点 看回大家15800点左右 这个比较短线支持 看看能不能不跌穿 只要这位置不跌穿的时候 我相信整个美股在上西头 其实都依然未变 好啊 Rafia 谈完美国方面的情况 不如也跟大家跟进一下 就是会市方面的情况 谈谈日元方面 看到日元继续有个跌势 曾经就是美元对日元 升到去半年的高位 高见103.13日元 最主要都是因为市场 现时都有一个憧憬 就是相信日本央行 未来可能会推出更多刺激做措施 看到有日元支付之称的神元英资 亦都说相信未来的6至12个月 美元对日元将会在102至108日元徘徊 都是较之前估计的95至102日元 就是为高的 都看得挺淡的 Rafia 你的看法又是否这样 以对日元的看法来说 其实我都觉得是比较淡 其实淡的说法 都不是这天才说的 由今年年中 大概四五月开始都不断说 因为你能看到 自从年初的时候 随着黑电东宴 安培做了很多的出招 所谓三一战之后 其实你会记得到 不断都是一个宽松的因素去看 或者是宽松的政策去看 自然走下去 赔钱的时候 以借镜大流资 就变美国的情况 不断赔钱之下 当地的货币一定是贬值 自然以这个因素上看 因为日元要不跌 其实是比较难 而且以回到 当然那一阵的确是这样走之下 日元可能在五月份 曾经淡美军队疫苑 去到103.74这些高位 但是之后是反复回落过的 即是叫强一点点 可能叫做反复回到90多 100这边是浮沉住 但是为何去到这一阵 又再叫强 即是美军队疫苑又再升上去 即是反过日元又又弱了 又有几个情况衍生出来 一来就刚才也说到 很多的所谓的权威人士 譬如所谓的日元支付 都出来叫做 叫做抢淡花的日元 甚至那个预测 都对比之前来说 又再调高了 即是又再看低日元 所以便上来说 只是有一些比较重磅些 有待会性人士 都出来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定对那个货币 或者对那个资产 一定是有一些质低的现象 这当然是第一件事 而第二件事实际的情况 就是日本当地的经济情况 正如这一段时间不断说 就是以刚刚 譬如早派来说 日本当地出的数据 上个星期出的数据 其实都不是说太好 大家都变成有些忧虑 就是经过年初 做了这么多招 出了三星战 但是经济是曾经刺激过上来 但是似乎效应 好像慢慢叫做弱了 你见到近期的数据 又开始叫做差一点 所以都令大人家园市场 都有一个感觉 会觉得 就是未来始终都要保持着 经济慢慢继续上来 就算不要说上 起码不要再弱下去的时候 都要保持着出招去刺激经济 自然大家觉得这一点 往后来说 依然有两宽的可能性 自然这个第二点 令大家觉得 日圆有交易下去 而第三点 亦都关于数据 就是反而不是实际的经济数据 反而是通胀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最近日本出的通胀数据来说 只有0.9% 但如果大家都知道 日本央行之前定的目标 年初定的目标是2%通胀 即是在两年里达到2%通胀 但如果大家过了大半年 都只有0.9%的时候 只剩下年纪的时间 究竟你能够达到2%的目标 是比较难的 如果反过来说 如果要达到的 或者要加快达到的 一定要再出招刺激经济 所以变相 在这麽多因素加起来 都令大家觉得 其实未来 譬如下年年初的时间 日本方面都仍然有机会 是会再次出招 去刺激反而经济 或者是复起反而经济 甚至以最新的 昨天来说 电动业也有些言论出来了 就让大家都觉得 其实他们都说明 就是央行这2%的目标 暂时不变 即是一说到这麽强 不变的时候 都令大家都觉得 未来仍然有机会去走 所以我相信一点 就Yen 中线这些看来 其实不断说是弱的 但是为了一个问题 就是短线来说 能够上多少水位 譬如未来仍然来说 如果以近期来计 始终由那个低位 譬如九零岭这边 弹上来都不少 现在都103流上 所以比较短小说来说 不是只能弹多一点的水位 之后 有机会做一个小整固 所以变相 之前也说的 譬如昨天也说的时候 就是这一阵的高位 可以先看哪一份高位置 103.74 做一个即时的目标 如果破了 当然会继续上网 但是破不了的时候 不是还会出现小整固 落花能大概102这些水位 不如简单地说说 澳元方面的情况 见到较早前公布的 内地制造业的 采购经理数据 就表现得不错 之后就见到 澳元有一个反弹的势头 稍后就会在澳洲央行议息 未来你又会看 怎样影响澳元方面的走势 以这次澳洲央行议息 的确大家预计 不是太出销 因为本身早几个月 大家估计年底之前这一次 有机会减息 但是随着过去这几个月 或者近期来说 无论澳洲当地的数据 例如昨天出的建筑批则 或者中国出的制造数据 整体都算是挺不错 或者仍是有复苏的洗头 变相大家都对当地的经济看法 是乐观了 以至于这次大家觉得 反而没什么机会再减息 或者没什么出招 但是反而大家要留意一点 就是那个言量的因素 因为很多时候会议之后 当地央行的行长都会出来说话 澳洲央行都不例外 澳洲联署的行长 有机会在会后都会出来说话 所以大家本身就比较关注出口数的现象 因为其实过往这几次都是 他们虽然不做动作不减息 但是出来的时候 说话都会比较强硬一点 或者都会支持一个叫做 约澳元的一个说法 或者假设他们说得明白 如果澳元太强的时候 通不排除出手会干预市场等等 所以都看回这些因素 但是以这因素来说的时候 我觉得整体中线来说 澳元的势头都会反复向下围主多一点 以近期来计算 其实虽然亦是回落不少 但是似乎势头要向下看 看看这个会议之后 假设真的这样说话 或者反过来说 有什么接触出来也好 我相信澳洲市 应该有机会再放下去 所以下面来说 大概以这一刻 0.910这边位置 看看大关 0.910这大关 看看能不能够守得住 如果自己不穿 我又未至于太差 如果穿得的话 不是只有机会更加仕得低的位置 不是的 Rafia 刚才我们谈到日元来 你还是比较看淡一些 看到最近日元概念的相关股份 CEC国际控股759方面 今天继续有个升势 升近两成 去到4.93 就连最近港股看到有一些情况 就是资金都流入一些小价的股份 今天恒指就有个跌势 跌近157点到23881点 暂时港股方面的资金流向 你是怎么看 未来短期有没有得重拾升势 如果以恒指来看 其实如果以这一层 我相信势头都不是弱的 因为始终你见到今天 虽然回百多点 但始终都在大概23800楼上走 今天也叫高位度徘徊 而且今天的回 始终都是受到昨天美股的拖累 变相是否看得很淡 我觉得暂时未必需要住 而且这一层都是 虽然暂时有些回落 或者有些整固 就是能调百多点的水位 但会不会都是 回落这一刻 其实成交就不算太大 所以只要一天来说 成交都没有突然急增的时候 未至于太大沽压 我对试看法就不是太差 但当然 有没有机会再向上升 看几个数据 一来就是刚刚说到的 比如美国这星期尾出的数据 二来就是可能看上 就是刚刚说的成交 如果是升市来说 大幅的 我觉得当然是乐观 三来的就要回沽空 从昨天来说 公布又再上了一点 去挨近一成左右 所以这些数之下 我相信短期内 恒指都会在现水平反复整固 暂时依换技术面来说 其实都是看大概23500 23600左右 做一个短期的支持 正正在这个华人区域的底部位 只要不穿下去 何时都会这么说 其实问题就不是太大 我相信仍然有利 是把方向上市 但当然上面在什么位置 唯一关键是看24000 能不能够完全站得稳 因为昨天来说本身都挺不错的 升完之后更加收市前 都站稳24000 但何今日回来又再跌穿 所以昨天的企运 其实未正式确立 所以今晚连续几日来说 譬如两三日来计算 企运24000 才能够确立 延续到一个不错的洗头 所以假设 如果未来24000 能够站得稳的时候 上面来说 我认为短期内 可以看24500 做这一阵目标 亦都和大家看看 就是在759 CEC方面的股价 暂时去到4.88 升近1.8 见到其实在过去的五日里 累积的升幅已经是超过8.6 刚才你提到日元可能还有很久跌 那CEC的股价是否也有很久跌 如果现在这样说 刚才说到日元 中线也是弱 有很久跌 但不排除短期 会在这一阵之后 可能会调一调 因为现在都挨近103.74的高位 所以昨天也说过 如果大家炒CEC的时候 这一刻还有货 可以参加日元的回价 假设未来的日元 去103.74 而破不了位 有机会就是CEC要下车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敲一敲 但是当然 这一刻来计 如果水位不多的时候 没有货的话 就真的不是太稳 大家去追着 谢谢Rafi 亦都和大家跟进一下 一些主要蓝筹股最新的股价表现 汇控跌1元 跌超过1% 中移动跌2毫 中行跌3线 公行跌3线 建行跌4线 港交所跌3毫 中仁秀跌2毫 友邦保险跌4毫半 腾讯控股跌3.2 金沙中国升8毫半 中国海外跌1毫半 华润支地跌2毫半 中海油跌1毫半 中石油跌1毫半 中石化跌7线 均能能源跌4线 中国神华跌5线 和大家跟进 暂时行指继续跌168点 报23869点 成交额超过91亿 Raphia,谢谢你详细的分析 和你做个申报 刚才说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 谢谢你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会有卵证online的环节 会有发行商 和大家推介衍生产品 稍后再继续谈